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太惨事了完全不同于中国式的 你看 你看这两个人在场上 是过来享受比赛的 前手平衡 刚说完 你看这个条片太放松了 太大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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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手宋旭奎来自中方 24岁1米76的宋旭奎 练过跆拳道 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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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个 蔡全运动员出身来 其实身上还是有着很强的 这种散打分格 因为他必定要一点一点加分 打一点试一分 打一点试一分 而且我们最后波及比赛在 瞄不见场上的表现更加松弛 太前式的完全不同于中国式的 你看你看这两个人在场上 表现率很强 而且意识也很强 你看追击的连续追击 那我们一直在看这个韩国呀 日本的自由国际啊 这个选手觉得整个的啊 从本身单根的技术 到作战风格 以及常用这种战术 和散打和泰拳啊 真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而弱 而那个中方选手散打出身的 启动也很快 速度很快 移动也很快 而泰国 而日本选手 韩国选手 似乎就介于这一角度 加油 这个韩国选手 加油 加油 瞄不见 看出来是过来享受比赛的 哦 前手平衡 哦 刚说完 你看这个条件太放松了 太大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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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太大意了 太大意了 三 三 二 这也是今天网上的第一个K.O 第一个K.O 其实这个条件是有作战的 我们等下来看一下慢放 但是在整个人 这就是6秒 K.O 胜 我恭喜宋旭奎 非常精彩的比赛 我们等下来 好